小铃玩具 这就是著名的托马斯小火车吗 要是我可以开一下这个的话 你没有资格开这辆火车 不过的司机 你看看这个 电子履历表 还有驾驶摩托车的能力 而且还会驾驶马车 我的天哪 还有滑雪桥的经验 但是 你没有驾驶火车的经验 被发现了 想开火车的话 就来通过我的考验 先挑战八字行驶吧 你怎么没有一起来啊 不是应该在旁边看着我吗 我这不是正看着呢吗 明明就是嫌麻烦才没来的嘛 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 知道了知道了 小铃 挑战 出发 不错 不错 看看你能不能倒车 不错嘛 那么要是在障碍物之间停车的话呢 挑战停车 太不可思议了 你通过了所有的讨厌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开火车了吧 嗯 嗯 哇 哇 那么就先把行李运过来吧 哦 好的 快看 从今天开始 请叫我小铃火车司机 哇 小铃夫妻 出发 实战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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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明明我练习的时候还好好的 为什么实战就会出错呢 太难过了 如果有困难的话 就打开座位下面看看吧 这不是小托马斯吗 谁一开始都会有失误 通过你自身的努力 会逐渐好起来的 谢谢你啊托马斯 重新出发 出发 谢谢 您的快递 谢谢 不客气 拜拜 朋友们 小林司机第一天上班 完美结束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以后如果出错了 也不要慌张 学会积极的去解决 做一个努力的人 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小林继续出发了 我的小托马斯去哪了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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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